第四架俄罗斯制造的苏-35战斗机 随着24架俄罗斯制造的苏-35战斗机,已经全部抵达中国,并且首批八架已经形成战斗力开始执行战斗任务,特别最对是缅向美日方向的空中力量。 而俄罗斯对中国出口首批S-400防空导弹,也在2019年1月之中,连续两次报道了在中国成功进行试射的消息,俄罗斯对华出口看似在2018年已经结束,但实际上,中俄两国的军事武器交易,在未来还会继续下去,除了苏-35战斗机各种导弹,武器配套S-400防空导弹整套系统全部交付外, 中国会在2019年和俄罗斯继续保持军贸关系,这一次的军事合作,可能远没有苏-35战斗机,S-400导弹令人关注。 当前中俄长期以来合作的大头就是发动机项目,这个也没办法。 谁让我们发动机领域,一直就没有一个相对可靠,耐用的好产品。 特别是当下运20运输机产量极度爆冰,轰6K,轰6G,还在持续生产之中,国产握38发动机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, 因此,中国可能继续向俄罗斯采购了D30发动机,并且这个形式也是势在必行。 并且采购数量会超过300台以上,因为运20运输机大批生产,每架至少需要4台D30发动机。 并且运20多用图版本已经开发出来,运20脚油版也已经首飞,未来预警机,电子站指挥机,医疗机等等,都会选择运20的。 运,在这种情况下运20运输机产能,也必须向对加大力度提高。 当下中国维修D30发动机,不论是大修还是简单修理,显然也没有满足运20,1276运输机。 红6K的需要,甚至有种说法就是D30发动机改修后,就会被重新命名为涡扇18。 相对D30发动机,中国当下最好的办法,就是向俄罗斯采购发动机维修中心,相当于汽车的4S维修点。 D30大型发动机的维修工作,只能依靠俄罗斯,因为乌克兰,白俄罗斯维修厂,都没有对大型发动机维修经验,其对中国帮助仅限于AL31,RD93发动机维修。 而AL31,RD93发动机,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进行维修,并不用依靠俄罗斯方面。 既然提到发动机,那么中国空军苏35战斗机上的117S使用发动机维护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。 并且中国也进口大量的117S使用发动机,为每架苏35发动机,配备了6台备份发动机。 俄罗斯也允许对话出口除苏35配抛两台117S使用发动机之外的数量。 但今后中国还会向俄罗斯购买117S使用发动机,用于配备金20隐身战斗机吗? 这显然不太可能,主要是金20隐身战斗机换装117S使用发动机后,需要对机身后部重新设计,增大尺寸。 这对于金20隐身战斗机来说,是相当复杂的工作。 这也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架中国版本的苏35战斗机。 那么能否给中国歼11D战斗机换装117S使用发动机呢? 重新设计中国版本的苏35战斗机是完全可能,并且用于未来的歼11D战斗机生产线。 而117S和苏35战斗机问题,也是中俄下一个军贸合作的焦点。 特别是苏35战斗机的维修,只能在俄罗斯进行。 不像苏30MKK和苏27SK那样,在中国就可以完成大修,并且可以得到乌克兰、白俄罗斯的帮助。 而中俄合作的大关键点,还有就是VL318动机的进口。 这款发动机主要是因为歼11系列战斗机,还在生产第八批次,并且歼11战斗机还在大量服役之中。 此外,歼10系列需要的VL311FN战斗机,还需要大量的生产数量,来满足歼10C战斗机当下报兵速度。 而99M3发动机,更是满足了另一款报兵战斗机歼20隐身战斗机需求。 当下从歼10、歼11、歼20产量来看未来5年,我们还得从俄罗斯进口至少500台NL31系列的发动机。 每年歼10战斗机产量,48架48台,歼1112架24台,歼2024架48台。 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。